本集節目由喜大修贊助播出 在很多的題目當中我也可以跟大家聊到 那有很多人在最近近兩個月來認識他是因為寶可夢這個遊戲 因為他也可以算是台灣少數大量的去做一個戶外實況的這個實況主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來賓兔頭 兔頭你好 哈囉 你好 哈囉 那我們第一個問題就是 當然我想已經有很多你頻道的觀眾 因為你算是大實況主 有很多你的觀眾 那也是有一些人不認識你 包括到時候我們影片在YouTube上放 可能有些人不認識你 可以請你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嗎 我 我就那個實況那個第一人稱寶可夢的實況主 就這麼 嘿嘿嘿 你之前有實況過 其實你實況的經驗也蠻久的對不對 對啊 就是我記得應該至少YouTube是大概十年前就看過你的影片 那在實況平台上實況大概就也有兩三 至少也兩三年了對不對 對啊 對啊 你真的是巨田王欸 可不可以 還好 還好我現在人不在你旁邊 所以 沒辦法打你 那我可以問一下就是 因為應該有很多人好奇 所以你現在還是學生嗎 不是 我不是學生 我已經當兵退伍回來兩年了 所以你現在算是正職的實況主嗎 還是說白天有一些打工 正職實況主 正職的實況主 好 沒關係 我們已經提論到正職的實況主 所以我們就開始切入主題了 那其實兔頭我發現 因為我有去看你的YouTube啊 你在大概十年前的時候 2006年 就有上傳一些YouTube的影片 在 上傳一些遊戲影片在YouTube上面 當初是什麼樣子的契機 因為其實你看你個人 你本人可能不見得是很劍談的這種人 但是你卻會想要錄製自己的像GTA4啊 或是GTA的影片 上傳到YouTube上面 你當初是什麼樣子的一些想法 當初就是 想說 拍一些影片給人家看啊這樣 所以當初你玩的是 最早第一部影片是GTA 是3還是4啊 我有點 那時候我去看 所以你個人本身是非常 非常 GTA的重度愛好者 對啊 就因為那遊戲很自由啊 玩起來很爽這樣 你說什麼東西 因為那遊戲很自由 玩起來很爽 玩起來很爽 好那 所以 因為 要聊一下你的 因為蠻想要知道你的那個 人格特質 所以你 所以你雖然本人話沒有很多 但是其實 你某個層面來說 會很喜歡跟大家分享 包括你的遊戲啊 或是你的生活嗎 會啊 會啊 因為 因為 因為我 我這個人比較 可能比較邊緣吧 因為那個 自己私底下的時候就很健談 然後跟人家的時候就很害羞 這樣 所以你私底下很健談 不是 我 私底下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很健談 喔你自己一個人 所以你說對著 就是在實況的時候一個人在家 可能對著鏡頭 對著 對著實況的觀眾 你是很健談的 對啊 喔 但是現在你跟我一對一聊天 即便我跟你一樣是個男生 不是正妹 你可能畫 就是我們要熟一點你才會有畫就對了 對啊 我害羞 喔你害羞 好不要害羞 不要害羞 這個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窄窄 所以我們剛剛其實有聊到兔頭 算是 你算是很早期就把影片放到 因為2006年那個時候的 那時候根本沒有網路 那個時候沒有遊戲直播 那時候只有 YouTube這個平台 所以那時候你是有受到國外的某些人啟發嗎 還是說 就覺得YouTube很酷 你就 錄一些影片丟上去 沒有 那時候就是會看人家影片 其實在YouTube出來之前 大家要分享影片的方式 可能就是 你把影片做出來 然後你把它弄成壓縮檔 然後如果比較大的話 還要分割 然後再上傳到 那個 免費的網空上面 然後人家宰下來 再把那個影片解壓縮開來才能看 我是在大概2003 2002年那時候開始做影片 所以其實你在 因為在YouTube的紀錄是10年前 那早在10年前之前 2002年 2003年你就開始做影片 就是小時候興趣吧 就是那時候看人家做影片覺得很酷 然後就去用 那個 那時候 XP裡面就有內進的那個簡單的 做影片的功能 然後 Movie Maker 對 所以那個時候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那個時候 所以那時候你是國中生嗎 還是高中生 還是國小的時候 國小的時候 國小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小事小五的時候吧 所以小事小五 大家都還在載片的時候 你就已經在上傳片子了 對啊 因為做影片出來 然後給人家看 然後人家跟你回答這樣子 互動蠻好玩的這樣子 所以你也是算是 你也算是這個流派 就其中一個流派的實況主是那種 平常是邊緣人 然後但是在網路 在網路世界當中 比較多朋友的人 對啊 蠻酷的蠻酷的 因為其實我也是希望可以從比較 簡單的一些題目 來去跟大家 介紹說兔頭這位實況主 當然其實我認識兔頭一陣子 不敢說很熟 但是在某些 像之前Land Party 有跟他打過招呼 那我們來問下一個題目 因為其實我想 當然你是這兩個月來 靠著寶可夢 得到了很多新的觀眾 然後新的一些關注 甚至上了很多次的新聞 但是在這兩個月的寶可夢的熱潮之前 其實你花了大量的時間 我自己那個時候在follow你的時候 你花了大量時間在做 GTA的這個直播 那可以跟我聊一下 GTA這個遊戲對你的意義 還有你在直播GTA過程當中 有沒有發現 發生一些比較有趣的故事 GTA喔 GTA就很自由啊 而且你玩了就會上癮 然後上癮之後 就是一直去玩 就懶得玩其他遊戲了這樣 對 因為其實我那個時候看你的實況 因為GTA5是出一陣子了 我發現大部分的實況主 他玩GTA這個遊戲都是 可能跟朋友一起組隊啊 然後一起搶劫啊 然後就是可以做做效果 但是你是比較偏向比較Hardcore 比較那種重度玩家的玩法 我發現你會去自己做一些地圖 或是下載別人的地圖 然後去玩一些賽車 就是會玩的比較專精啊 可能會去賺一些什麼技術啊 加拉車的技巧啊 或是一些特技之類的 因為玩了 玩了比較久 自然應該就會 研究到這些東西 不然一直玩那個重複的東西 搶劫那些很快就膩了吧 對其實如果是自己一個人搶劫 是很快就膩 那你玩GTA玩了這麼久的一陣子 你有沒有跟一些就是GTA裡面的製圖師啊 或者是一些很厲害的外國的玩家認識 有沒有一些比較有趣的故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 外國 大多是大陸那邊比較多啦 因為大陸比較喜歡玩這種 叫做讀圖的東西 就是那種比較偏技術的 因為GTA的常常讀圖讀到當調 或是要讀很久 是很比較技術層面的 所以你會去跟他們一起研究 不是他們說的讀圖就是 病毒的讀 然後圖片的圖 就是很難的關卡 喔讀圖喔 所以不是隔壁實況主 玩個金字塔被BAN抬的那種讀圖 不是 是比較偏技術層面那種 而且那個 我不知道大陸的習慣就是他喜歡把 就是那種很難的東西做出來 但是外國的玩法就是比較偏向就是 我在自由模式然後隨便做一些 Fistyle的動作 然後很帥 然後拍成影片這樣子 那個大陸玩法比較自私化 就是他把他地圖做很難 然後大家去突破這樣 比較有挑戰性 所以你說你前面說到你認識的是比較 呃可能也是因為語言的關係 你認識蠻多大陸的GTA的重度玩家 然後去玩所謂的這個讀圖 對 那你自己會去做這樣子的讀圖嗎 我比較少 因為那個我的技術層面比較低 沒有像那些那個老外或是那些大陸 大陸的那麼強這樣子 所以我可能就做做什麼跑酷啊 比較鬥趣的關卡這樣子 那你玩GTA有沒有 就是認識一些很屌的玩家 例如他是正妹玩家 或者是他讀圖超強的大陸玩家 正妹玩家有啊 正大陸的 然後 真的有 對啊 我們BX是很強的 在那個熊貓那裡的 也是實況主 所以也是有 因為其實跟大家介紹是 兔頭在玩寶可夢之前 其實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在玩GTA 所以是跟大家聊一下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玩了很久的這個GTA 所以是跟兔頭聊一下 他在GTA這個遊戲上面的一些過程 好的 那聊完GTA之後呢 想要跟你聊一下 因為你在 你還有 你還有一點是 你有一個類型的實況 我覺得也算是台灣實況主的創舉 不能說是唯一 但我認為是 你也算是開創性的 你之前有做過蠻多次的 鬼屋的直播對不對 嗯 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做鬼屋的直播 鬼屋直播 就想要無聊啊 沒有事做 就去拍拍鬼屋這樣 你一開始第一個試的鬼屋是哪一個鬼屋啊 你一開始第一個試的鬼屋是哪一個鬼屋啊 我其實以前就實況過很多地方 最早的話是大學的時候 2012年的時候在那個山 淡水山之那裡有個那個 有一排那個就是房子 然後裡面還有住人但是 大陸都已經廢棄了 那個我忘記叫什麼 在那個靠近白沙灣那裡 所以你在四年前就開始 大學時代就開始做鬼屋的直播 那個時候是在Twitch嗎還是 Justin還是別的平台 那時候Justin已經沒了 所以那時候是在Ustream 跟大家介紹Ustream是類似Twitch的另外一個平台 現在是不是倒啦 Ustream現在還在 現在還在啊 只是他 他都要那個 看他影片都要付費 比較麻煩這樣子 就是變得比較小眾的平台 所以 那個時候你2012年開始做鬼屋直播 就是你一個人單槍匹馬 然後帶著 帶著器材直接殺進去 對啊 我就 就無聊啊 有觀眾問你是不是飛碟屋 不是飛碟屋 不是飛碟屋 喔 因為我們第一時間 看到今天的觀眾也是 也是蠻踴躍的 所以 那個時候你殺進去 所以前幾次做你有沒有真的遇到 所以你自己本身是不怕鬼的 不怕 那你不怕鬼的一個前提 然後又直接去做直播 有沒有遇到 就是這三四年來的鬼屋直播 有沒有遇到比較毛骨悚的 或是你覺得 這就是 沒辦法解釋的一些現象發生 目前還沒有欸 目前還沒有 我去過國蠻多的 我最近比較常實況是 在三四月的時候 那時候在 那時候 個人版的那個飛碟屋剛開嘛 那時候就在飛碟屋上面實況 每天晚上都各去一個 鬼屋實況 所以那時候很狂 連續兩個禮拜 這樣子 連續兩個禮拜 14天去14個 在Facebook直播上去14個鬼屋 沒有啦 10個 有沒有完整到14個 就六日有休息就對了 就有幾天會 因為 你不知道所有的鬼屋的地點 你要去問觀眾或是去找啊 這樣子 所以觀眾就會提供一些鬼屋的地點 觀眾會不會提供一些莫名其妙地點 例如他阿嬤的廁所之類的 他有提供地點 有提供錯的 然後 那時候進去就變闖空門 那時候霧主很生氣衝出來 哈哈哈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闖空門的過程嗎 闖空什麼過門 就是 我們那時候要去一個就是芝麻大酒店 然後 什麼大酒店 芝麻大酒店 所以是在哪個縣市 在石門那裡 在石門 對 然後 那時候就 就覺得這個地方明明就有燈火 但是 門大門深鎖 但是又看起來好像廢棄 然後 那時候我爸還是要我去喔 我爸就 我爸就說你翻獎軍區好了 然後 我們就翻過他們 然後就均勻開始實況 結果那一次在那個 那時候是在爆料公社的那個 他們的主要的粉專上面實況 那時候一開就三萬人 然後 三萬人 屋主就發現了 屋主就 很生氣的衝下來說 不要亂拍喔 這樣子 夠關掉 很生氣 所以屋主是看到 爆料公社 屋主是躺在床上滑手機滑到一半 怎麼會有人在我家實況嗎 還是聽到你的聲音 沒有啦 他是看實況知道 他自己說 欸 有神經兵去鬼屋實況 啊這個鬼屋怎麼 跟我家好像喔 他們家也有這個沙發喔 也有這個電視喔 還有這個肥仔 欸 就怎麼是我 所以他自己看實況看到的 對啊 他自己看實況看到的 那他有要 他有要擠你嗎 說他家是鬼屋 我沒有說他家是鬼屋 我去鬼屋都不會說人家家是鬼屋 那時候 那時候Facebook直播還比較好做 就是 開人都會很多嘛 那那個 那個時候 三萬人同上 就直接卡掉了 就是 他叫你不要拍 然後就卡掉 就卡掉了 哇 所以也是蠻尷尬的齁 對啊 不過你剛剛有 你剛剛有提到說 是你爸載你去 所以 所以你爸其實蠻支持你 做實況這件 這個工作 或是這個興趣 對啊 因為我爸他之前有 之前有說過實況 你爸也有做過實況 對啊 他竟然在大陸那邊做實況 所以我叫兔頭 然後他就叫兔爸這樣子 然後什麼兔頭一家親 這樣子 那邊我還自備BGM 所以你爸在中國做實況 是什麼類型的實況 戶外那種 因為中國那邊 人做的實況 類型蠻多的 就是 不管是那個 遊戲 遊戲以外 什麼美食 還是戶外 還是 只是什麼開車 騎摩托車 那些都可以實況 這樣 所以其實你 也有些靈感 可能是從 中國那邊的實況 得到的 然後順便帶來台灣 對啊 多 多最早期的戶外實況 就是想要在外面實況 看到的東西 給大家看 這樣 只是早期的那個 實況的那個方式 比較不允許 因為那時候可能經驗沒那麼多 或是技術沒那麼強 這樣 就只能靠平台有的App 然後來做這樣的實況 這樣子 所以你跟 像兔頭你跟兔爸 這樣兩個都曾經 我不知道現在還沒在做 他有沒有在做實況 那兩個都做實況 的情況下是 你受到他的影響 還是他受到你的影響 就實況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受到我的影響 但是突然有一天 他就說 他想要做那種 類似現場實境 然後可以帶觀眾看的東西 然後就說 就做直播 他說好啊 就做直播 然後我那時候想到 那個大陸平台可以開屋外 那我們來開一下 然後就開了 就這樣子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大陸平台的 軟體有比較 針對戶外 例如手機 或是摩比爾端去做優化 對 所以蠻酷的 因為這個應該算是 因為我認識非常多的台灣實況主 你應該算是少數 第一次遇到 父子黨一起在開實況 他一起 還把你再去鬼屋 所以 所以你去鬼屋 這麼多鬼屋 或是廢墟巡迴 做直播 你爸是 全力支持你 全力支持你的 對啊 主要去鬼屋 大多時候 還是我記憶去比較多 遠的那種 他才會比較擔心 所以真的是蠻酷的一件事情 那其實剛剛也 剛好提到了 中國大陸的實況平台 大家應該也知道 這一兩年來 大陸的實況平台 競爭非常激烈 那跟台灣的玩法 也非常不一樣 那我想兔頭 你也算是台灣 少數在 YouTube 在Twitch 還有在中國的平台 都有實況過的實況主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第一個 先從平台的角度來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一些中國平台 台灣平台的差異在哪裡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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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異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講 你可不可以先點出一個 那個主題 好假設 假設 先從我們台灣 比較常見的實況平台 Twitch跟YouTube 你覺得 差異 優缺點 現在應該沒有 扳手在看我們 扳手在睡覺 扳手在Twitch看我們睡覺 所以我們現在是安全的 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因為我知道你在實況寶可夢 因為我之前有實況寶可夢 Twitch有一些規範 可能相對的 比較沒有那麼自由 可以跟我們聊一下你覺得 Twitch跟YouTube的 優缺點差異在哪裡 Twitch跟YouTube啊 就Twitch 對那個實況主比較那個 比較好 應該是說比較好 比較好 對就是你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他嗎 在YouTube就 有時候就比較 難得到答案 YouTube有管理員 我從來沒有 遇過YouTube的 扳手 我沒有遇過YouTube的那個 所以其實 以Twitch跟YouTube 這兩個平台來說 你覺得Twitch的 扳手 Twitch的官方 台灣的官方工作的人 是比較容易遇得到的 對 然後比較 比較好那個溝通 就是說如果今天要做這樣的事情 可以嗎 或是如果 我今天做錯了一件事情 他會來跟我提醒這樣子 所以 因為Twitch 因為最近大概這半年來 我們開始有聽到一些台灣實況主 就是偶爾會聽到某些人 因為上次我訪艾里嘛 艾里也在Twitch有一些 有一些可能違反規定的狀況在 那YouTube會變台嗎 我們YouTube 除了播版權物之外 YouTube你有遇過 沒有遇過變台 所以 所以兔頭也是 算是蠻乖的實況主 那我們聊完台灣的兩個平台 那我們接下來比較 就是台灣的這兩個平台 跟中國的平台 因為中國的平台 玩法很不一樣嘛 我想 中國人在做很多事情上面 都是相當的 天馬行空 相當的有創意 那你覺得 在中國實況 中國的平台的玩法 跟台灣平台 或是 就是世界平台的玩法 你覺得差異在哪裡 假設你比較熟的中國平台是鬥魚嗎 鬥魚熊猛 胡鴨這樣 所以這三個平台 你都有接觸過 那你覺得這三個 就是 就是中國平台跟台灣平台 你覺得 跟Twitch好了 跟Twitch比好了 你覺得比較大的差異 有沒有什麼點是 你覺得 中國很酷的 Twitch可以學習的 或是YouTube可以學習的 可以學習的 就是 我就覺得他們的那種 那個什麼 給魚丸啊 那個介面很帥這樣 呵呵 你說就是給那個 類似斗內系統 但是他們會拆帳的那個系統 對啊 就是跟大家解釋一下 但我應該很多人知道 就是 國人刷一波魚丸的這個梗 就是 呃 應該是在鬥魚嗎 就是魚丸是在鬥魚 那在鬥魚 就是實況到一半 那只要一開心 大家就可以給魚丸 然後魚丸可以換成 可以換成人民幣對不對 對 換人民幣 五五分嘛 他們是這樣 就是一開始初階籤的約是五五分 所以 你覺得 中國平台的鬥內系統做的是相對 其實現在Twitch的鬥內系統 除了 當然他現在國外有開始推那個 他的鬥內系統 但是 現在台灣實況主用的鬥內系統 比較偏向是 Plugin就是 就是用Twitch的樂去做的 所以其實沒有很華麗對不對 對啊 所以相對你希望就是 這個鬥內系統可以在 台灣 就是Twitch可以再優化一點點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觀眾好了 因為你也接觸到 台灣的觀眾跟 跟 就是 內陸的觀眾 那你覺得有沒有差異 包括在GTA啊 因為寶可夢 你寶可夢後來有在中國播嗎 有 有播過 等一下 我剛剛突然想到一個話題 就是剛剛那個斗內那個部分 我想要補充一下 好 拜託 多講一點 快來 他那個見面他都會說 如果你斗內到超過多少的時候 你可以上排行 然後還可以變成銅牌金牌銀牌之類的 然後你進房間的時候就會出現說 誰誰誰進入房間 這樣子那種我們這種亞洲人的感覺 不是就很爽嗎 哇 我進來走路有風這樣子 VIP系統 對啊不然就是那個 有斗內之後你的等級還提升啊 然後等級提升之後 進每個那個實況台都會 哇 煞氣 煞氣 誰誰誰 欸土豪進來了 等級多少這樣子 87萬美金的土豪進來了 對就那樣子 就比較是 比較像那種我們那種 那種 東方人的那種你知道 那種 特金VIP系統 對特金VIP的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你覺得這個 反而是不錯的一個誘因去讓實況主得到 更多一點收益 更多的斗內 所以這點這個也是希望 但也不知道未來Twitch會不會做 有可能會做 因為畢竟他Twitch平台本身可以拆賬嘛 我想平台本身能夠賺錢的事情 他們也是有可能做的 那回到我們剛剛要問的那個話題 所以以觀眾的部分來說 因為大家知道其實 當然大家都說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 但是只要很多東西在網路上 有的時候會覺得觀眾很兇 那我是覺得台灣的觀眾 偶爾啦 比賽的時候是蠻兇的 那你覺得 以觀眾的個性來說 你覺得台灣觀眾跟 中國大陸的同胞的這個觀眾 你覺得有沒有差異 其實我覺得都差不多 你覺得差不多 白目的就一樣白目 然後nice的一樣很nice 網路上大家都可以講都可以 會噴啊 互噴這樣子 都 我覺得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所以你這一兩年來 就是同時兩岸三地這種 兩邊的實況都在開的情況下 你並不會特別說 並不會特別說覺得說 啊這個就是可能台灣的觀眾 某些 或是某些特點 然後中國觀眾某些特點 你覺得其實是 平均值是差不多的 台灣觀眾應該就是比較那個 怎麼講 就 沒有大陸觀眾比較現實 現實 對 就是說他們會突然就是 那個有人 說什麼 什麼 不對不好看 走吧我們走一波 然後就走 走人這樣 艾里有跟我講過 艾里有跟我抱怨過 他說就是這個的觀眾走 他不但自己走 還會 揪團一起走 還揪團拉攏這樣子 然後那個 台灣觀眾就 理性的其實比較多 大陸方面比較 其實比較亂 其實比較亂 終於講出來了 終於 終於比你說出來了 沒有啦 其實因為我自己是沒有經驗 因為我沒有在 內陸 就是沒有在大陸 或是中國的這個平台直播過 所以 所以真的會有這種 大VIP 然後帶其他觀眾走的 你說現實是說 他覺得你不好看 或者是 你都不理他嗎 對啊 因為他們 刷很快 他們刷速度 其實或許他們平台有關 但是 他們看的那個人口技術還是 很多啊 對啊 對對對 我要跟你聊一下灌水這件事情 因為中國平台有灌水這件事情 算是 算是公開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 因為你不灌水 你一定是輸給其他平台 像大家如果有看過鬥魚 或是看過其他任何平台 都會發現 都是數十萬上百萬起跳的 他那個其實不叫人數 那個叫做 人氣值 你把花束移到上面去 他寫 人氣值 不是人數 所以其實嚴格講也不是灌水 他只是一個 分數系統 一個分數系統 可能1比5吧 就我知道 就這樣 所以其實 但是 可能大部分1比5 如果是跟平台關係比較好的 有可能可以拿到比較高的 倍率 他們後台都可以調節 關注人數 或是你的魚丸數 你想要改多少都可以改多少 哇 所以其實是 嚴格講也不能說灌水 那你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 因為你開寶可夢 在台灣的確已經很多人看 但是你之前開GTA 或是開別的實況 可能相對台灣的人比較少 但那個時候 在中國的平台 就已經很多人看了 是 對 中國人比較多 就是聊天室刷的那個速度 是讓你比較有感的 有感 有感 那 可以再問一下 就是中國 所以你在中國的平台 有 有拿到斗內嗎 就是他們 對於台灣的實況主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有啊 他們會拿到斗內 做戶外的他們比較會想要看 因為 那個 那個 環境不一樣 他們比較喜歡看就是 台灣是這個樣子 然後跟他們 比較有什麼差別這樣 玩遊戲他們 給的斗內反而比較少 所以他們反而比較想要看看 寶島台灣 或是寶島台灣 妹子長什麼樣子 對啊 檳榔西斯 拍一下 哇狂刷這樣子 激情了 激情了 那你有因為這樣子 就走進去買檳榔嗎 有啊有啊 買了沒有吃 買了沒有吃 然後那個 就 就只是買給觀眾看的這樣 就是可以藉此近距離 接近檳榔西斯 對 哇真的是蠻酷的 因為在台灣 在台灣如果 直播買檳榔 會不會被斑台啊 應該也還好 應該是不會被斑台 但可能看的人不會很多 所以其實 這個 台灣這個主題對 中國的觀眾來說 其實還是有賣點的 那聊完 兩岸平台的差距之後呢 另外一點呢 也是我非常 非常崇拜兔頭的一點 就是其實你在寶可夢直播之前 你算是台灣 在用直播器材裡面 很豐富的一個人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一次你在直播歐卡 然後 你除了原本歐卡 該有的直播之外 你還有 那個方向盤都是基本款 你還有一個GoPro 直接的是放在胸口 但那可能是你戶外直播都有的器材 所以 你這些器材 當初都是自套腰包買的 還是說其實是 斗內的 斗內的金額 足夠讓你買到這些器材 自套腰包買的 因為 其實之前 開GTA台的時候 都沒有 沒有什麼斗內 沒有什麼收益 就是在寶可夢之前 你的收益 可能跟你買器材的 的錢 可能沒有到 打平就對了 沒有 都是虧 我在家裡 那個媽媽都 都會被那個 爸媽搶 所以你爸也開實況 他沒有因為這樣子 比較願意贊助你一些金 金額去買一些 厲害一點的器材 有啊 既然在那個大陸有 但是 大陸那邊其實不好說 因為就是 有些潛規則 如果你跟 扣台的人 不太 沒有很熟的話 你就會 容易被他們 弄啊 之類的 所以那時候去大陸 播其實 播那麼久 然後 收益也沒有實際拿到 這樣子 啊 所以你帳面上有 假設 一千人民幣的 斗內好了 他說要差一半給你 你也 沒有如期拿到 我那時候 大概 一萬多吧 一萬多的民幣 哇 一萬多 一萬多 一萬多跟一萬八九千差很多 因為一萬的民幣至少就是 也大概接近五萬了 如果是一萬七一萬八 那也有八九萬 都沒有拿到 沒有拿到 哇賽 沒有沒有 因為你要簽 簽他才給 沒簽你就 那個 除非跟他很熟 或是靠關係 所以他是給你一個金額是說 你看喔 你一直在增加 如果你跟我簽了 你就會拿到這個錢 對 我們不要說哪個平台啦 就是你簽了才拿到這個錢 如果不簽這個數字可能也只是好看 他也不會給你 對啊而且那個是 那個基本上就是賣生器 那種 你簽了就整個人給他 你YouTube收益 優酷收益 什麼收益 都歸他們 你整個人都去了這樣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現在台灣也開始在做的全經濟約 實況主的全經濟約 所以你當初其實是要考慮 因為其實說真的 很多實況主 就是不是大的實況主 他們過的生活都是蠻慘淡的 如果是一萬多人民幣是 其實也是不小的一筆錢 但是後來你考慮完之後 還是決定不跟他們錢 因為是賣生器的性質 對啊而且 其實他們的 通膨的那個時期經過了 像我那時候有認識幾個 像大陸的一些大實況主 什麼小吉啊 是封信雲啊 他們 在剛好那時候 大陸實況剛起來 剛爆炸那個時代 他們整個那個 就膨脹起來了 就 身價被拉的很高這樣子 但是 後來進去要做的人 就沒那麼容易 這麼高這樣子 就是所謂的先行者效益 其實在台灣的很多領域 都有這個狀況 就是先出來的幾個實況主 或是先 你某個領域 例如以前的無名 他可能不是很厲害 但是他第一個出來 他就是幹掉Pixnake Pixnake後來 進來就進不來 所以你覺得他 中國可能有賺到錢的實況主 就是前面的第一批人 對啊 而且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那時候去上海 看到哇 就是 很多 真的 你完全會被錢蒙蔽雙眼 看到他們 哇 那個實況主 開藍寶結尼 然後 住豪宅 然後都是實況的錢賺 一年兩千萬人民幣 一年兩千萬 然後 然後只是玩個GTA這樣 玩GTA有一年兩千萬 不是打LOW 也可以有一年兩千萬 不是 然後 電腦超好 四路 泰坦 X 然後還閃閃發亮 這樣 兩千萬是一億台幣耶 那個是 因為他從 這個平台 然後 新的平台出來了 然後他從這個平台 然後這個平台就給他 很 大的 優物的錢 把他拉 挖腳 對挖腳 類似挖腳的bonus 哇那真的是非常誇張 因為 因為我自己在新海圈 當初 多年前在新海圈 也有遇到一些 去中國發展的朋友 我也是有聽到 他們 那個時候是說什麼 那時候沒有像你這麼誇張 但是我聽到的是 大概五年 五年 台幣兩千萬的合約 然後他不簽 因為他可以賺更多 所以 真的 但那個時候是第一批啦 但是後來 現在聽到的價碼 好像都沒有 都沒有這麼好 所以那個時候是 你覺得 你的timing已經 沒有跟到那個 黃金的 鑽石的timing 其實那時候 很早的時候 就去大陸 大概 2013年就在 對蘭平台開台 然後 但是那時候 就因為 一些連線問題 還有就是 我比較顧twitch這裡 所以 那個大陸那邊 那邊就沒有發展 到那邊 那時候我去玩個GTA 第一次開實況 就 就三千人看 然後 那個 三千追隨 一天就有三千追隨 一天三千追隨 對 他們是說關注 但是那個是追隨這樣子 然後因為那時候都沒有人播GTA 就是我那時候真的平台上播GTA 這樣 2013年 12月 11月的時候 哇 所以一天三千的追隨 是非常 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數字 因為 我想大家如果自己有在經營twitch的話 一天有超過 我的經驗啦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這樣 一天有超過100追隨 就很厲害了 對啊 對啊 就 就很龐大到 嚇到 但是之後因為一些網路問題 所以就 可能因為 連他們伺服器 會 就是像OBS會散紅格 然後那個 那個 那個 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就沒有再開了 所以你當初沒有痛定 也不是痛定思痛 當初沒有就是 下定決心 整個搬去 中國 對啊 因為那時候 因為那個平台剛起步 我不知道他會 就是 持續做這麼久類的這樣子 嗯 所以 也是啦 因為其實 這個問題我想很多實況主 現在 今年比較少了 在去年前年 有很多實況主 或者是主播賽評 都有被問到說 要不要去中國發展 那有些人去了 有些人 猶豫了 我覺得 這個也算是 我想各行各業都一樣 尤其是台灣的年輕人都要面對 很多產業都要面對這個困境 就是到底要不要去中國發展 那 我覺得兔頭你雖然沒有去中國 但是至少你目前在台灣 做的也算是相當有成績喔 那我們來開始切入到 我想也是 很多人 比較有興趣的話題 就是你在做寶可夢這個直播 已經做了兩個月嘛 今天剛好是60天 嗯 是連續的嗎 完全不間斷 完全不間斷 就是 如果 就算今天比較晚起來 我 再 再一兩個小時 就要12點了 要過一天 我就出去播一下 再回來 補一天這樣子 至少有打卡的這種感覺 對 類似有打卡這樣子 那當初你 因為 我 大概你第一個禮拜 是 人氣最爆發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是你的小粉絲在那邊看 那時候你最高好像 是不是有五千人以上在看你抓寶可夢 對啊五千人 那時候晚上兩三點 還有三四千人在那邊看我 被狗追啊 或是遇到鬼之類的 對對對你遇到 遇到鬼那件事情 我有看影片 你可不可以在大概口述跟我們講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 那時候要上一個橋 那時候要去那個一個公園 要過一個天橋 然後 就 就走一走 我就跟公共聊得很爽 然後聊一聊 然後突然 怎麼旁邊有個人 就蹲在那邊 然後他花手機 而且他頭髮 就長長的 然後不知道在幹嘛 這樣 然後我問他 他沒有回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就走了 蛤 然後你就走了 對然後之後我去繞一圈 我去被狗追完之後回來 然後結果 看到他 在那個橋上 然後他原本是蹲著 然後他好像看到我 就站起來 然後我就從國 然後我就跑走這樣 哇 所以 因為你前面有跟我聊過 前面在講你鬼屋直播 廢墟直播 其實你是很不怕鬼的一個人 不是 因為 其實 鬼那些是還好 你只要 因為你要去那個 真的看到東西 你才會怕 但是 實際上都沒有遇到 但是如果是 現實像是人 我覺得人比鬼可怕 就這樣 所以 所以 所以你是在講你的人生經驗嗎 就遇到一些很恐怖的人 對 我比較怕 遇到人 因為鬼屋 因為 鬼屋你真的都碰不到什麼東西啊 但是 如果遇到什麼人 或是狗話 或是穿一個老鼠跑步 那比鬼可怕 呵呵 所以也是跟我們 也是跟我們 分享一下 也跟我們 剛剛有分享到 因為那個影片我有看啊 就是很多人 因為 因為我的很多觀眾會貼給 也有都在看你的直播 然後他們會說 你看九妹那個 兔頭遇到鬼 你要不要一起去播一下 所以你從 這已經播60天了 寶可夢直播已經60天了 那 當初第一波這個人氣進來的時候 你當下是什麼反應 有沒有嚇到 還是說 終於熬了這麼多年 雖然說中國也有些成績 但是終於在台灣 也有人看 就是比較多人看到你 當下是什麼想法 當下 當下就是 怎麼那麼多人看怎麼回事 然後就繼續把它播完 你就去法國玩 對啊 就莫名其妙 就 怎麼那麼多人啊 然後就 好爽喔 然後就繼續看這樣 對 所以 一路 所以其實 這些這麼多的觀眾 看你直播算是 支撐你這60天來的動力嗎 對啊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你也要做一個里程碑 例如你要連續直播 連續直播到 可能環島之類這樣子 環島 然後有沒有一個天數 例如我播到 100天 500天 300天 當成就在解 有啊 有啊 就是看可不可以播個一年 或是那個 之類的這樣 喔 要播一年喔 試試看啊 搞不好可以 好好好 現在我想這個也是 也是 我剛剛不是法國玩 是把他播完 對不起我剛剛聽錯了 是把他播完 把他播完 因為我自己有去法國玩了 對不起 所以我聽說去法國玩 我說沒有啊 我記得你沒有去法國玩 是我去法國玩 好那 那我問一下 因為其實這60天 你看你來了幾個颱風啊 三個還是四個 兩三個颱風嗎 嗯 對 所以你連颱風天 也都出去直播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60天來 包括你在器材上面啊 包括你在直播上面 剛剛有說被狗追 被很恐怖的人追 有沒有在遇到一些比較困難的事情 或是比較 你覺得主力的事件 或是人 困難的事情啊 嗯 就是 有時候 新聞媒體會來那個 誤解你啊 對對對 你上了兩次還三次的蘋果 對不對 兩次蘋果一次那個三例吧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當初是怎麼樣上蘋果 因為我自己大概知道 但是我想從你的嘴中講出來 就更有還原的感覺 可以跟我們聊一下啊 就是當初怎麼 什麼樣子的原因 讓你被誤會 然後上蘋果 上蘋果就是第一天就上了 就是 我那時候騎 騎U-bike抓寶可夢 這樣子 然後我單手握著那個握把 然後單手 單手看那個手機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說危險 哼 就只是單手騎 單手騎U-bike就被說危險 對 他說什麼那個 那個 三保實況主上路 騎U-bike上路 那個抓寶還自稱 那個優良 優良實況主之類的 不是啊 單手騎U-bike到底 危險在哪裡 那你 那我可以跟記者說 我走在路上 雙腿走在路上 也很危險啊 對阿 所以你 而且 而且我時光放那段 我那鏡頭架胸前 然後就 就是綁著而已 我也不用 拿著那個鏡頭啊 所以其實大部分時間 我記得你也是雙手在騎 對啊 雙手在騎 所以 你並不是真的違反 什麼交通規則 單純是 記者要刷存在感 或是他要刷流量 然後就下了 比較聰動的標題 對 那你有去跟他抗議嗎 或是你的觀眾 因為 蘋果是 他下面都可以留言嘛 有沒有 有沒有你的粉粉去 幫你抗議說 兔頭其實不是你 講的這個樣子 是有啊 只是那個 應該也沒什麼用啊 所以兩次都是 類似這樣子的標題 沒有 那個 詹莉那一次是那個 什麼 我那時候 在做捷運 然後 在捷運上 然後 然後 抓 抓完之後下車 我就不小心 那個飲料就拿起來 就喝了 對捷運不能喝飲料 然後 然後就發現說 完了 喝飲料 我忘記那個捷運上不能喝飲料 這樣 對 然後就被不知道誰檢舉 然後 他把那個實況記錄錄下來 然後 丟給三立的新聞 這樣子 他是丟給三立 他不是丟給捷運局 對 然後你就又上新聞 他就說 三立的計劃說 你要出來啊 你要 你要出來 跟我們 大社會道歉 道歉 你也是半個公眾人物這樣子 然後他就開始 在呼嚨你這樣 然後我就上當了 我就道歉了這樣 然後 道歉完之後 然後那個 其他的朋友 其他的說 幹嘛啊 你幹嘛那麼白癡跑來 道歉 那根本不用道歉 他們是誰啊 這樣子 不是當然 以規定來說 捷運上是不能喝飲料 但是 在捷運上喝飲料 這件事情的罪惡感 應該比 看到老伯伯在捷運上 然後你坐在博外座上 不讓座 還要更低吧 就是 所以你還 就是我記得你有道歉耶 對啊我道歉 然後你事後覺得很鳥 說 其實想 就是那個記者還要打電話 或是 留言給你叫你道歉就對了 沒有他打電話給我 他說你一定要道歉 不然 我會把你的新聞報得很難看 這樣 蛤他還這樣威脅你喔 對 他說 你不管 你今天就是要把影片拍出來 我 我五點就是要發稿 如果你的資料沒有給我的話 我就拧了 五點 他是這樣子 他是用這樣子的口氣 他不是用一種 因為你知道 像我現在在訪你嘛 我一定是用一種 比較拜託你的口氣 說可不可以來接受我的訪問啊 仿鋼先給你看 他都不是 他是用這種比較威脅的口氣 嗯 我那時候就一直說 不用報 這沒有什麼好報的 然後他說一定要報 那個他已經確定 他五點要交口 我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睡 所以他很早就來 就是大概中午的時候就發訊給我 到粉專 然後我那時候回他 然後我留給他電話 結果我下午想說 沒有什麼事睡一下 結果到三四點的時候 起來看到他有那個 打電話給我 我打回去 然後他就這樣跟我講 因為他時間不足這樣子 然後 他原本要來現場訪問我 但是他說沒有時間 你就直接拍個影片 叫我直接拍個影片給他 那你拍個影片給他 他有沒有給你什麼稿費之類的啊 沒有啊 那他有因為這樣而寫的 比較 把你寫的比較 不那麼嚴重嗎 我覺得還是很嚴重的 他說 哇 三寶石礦主 那個 捷運帳 那個抓寶 然後他用了一個圖片 還是那個 那個火車 然後一個那個 手機畫面 然後抓寶的樣子 哇 這個我是覺得有點 這真的有點誇張 因為我 我說實在話的 現在酒駕把人撞死 都不見得會拍道歉影片耶 但我覺得這件對你來說 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 你看你現在就可以說嘴 說這件事情很荒謬 就是 沒有沒有 而且他 而且他把那個影片 把那件事情 是放在一個專題裡面 他前面是說什麼 呃 舞秋風啊誰啊 實況月錄十萬 然後 月錄十萬 然後說 違規 然後好像類似說 你月錄很多錢 然後做這些違規事情 但是你發不怕這樣子 哇 對那個時候好像不只你 對那時候不是前面有個 那個女生 那個忘記是誰了 然後就是舞秋風 然後就還有一個誰 然後就才到我 這樣子 所以你是對照組囉 對對照組 就別人這樣 哦 賺十萬 然後你呢 對不起 不應該喝飲料 對不起 對啊 而且我明明沒有賺十萬 然後他說什麼 哦 賺十萬收那麼多 所以刻意違規 不會怎樣 這樣子 哇超腦補欸 對對對 因為那個新聞我有看到 我有印象 你這樣講我就有印象 就是會搞不清楚說 到底是這三個 兩三個實況主 到底是誰月入十萬 對他就整個就是把事情都接在一起 你就會以為說 哇 我賺了那麼多錢 所以你才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那個 電視機的觀眾覺得是 哇 就會覺得有種被誤到的感覺 哇 所以 那有沒有你的親朋好友 或是你的爸媽看到說 兒子原來你賺十萬 是不是 是不是該給一點奉養金這樣子 有啊 我媽媽有看到 我媽媽說 我爸說 啊你上新聞欸 然後 給我拍手這樣子 你就會看到 你在道歉 然後你爸那邊拍手 噢噢噢噢這樣子 對啊 因為他知道事情 所以你爸其實覺得 有點好笑就對了 這件事 對啊很好笑 但是他之前看我那個 齊姊阿瑟上新聞 他也在笑 所以你爸其實蠻樂觀 因為他大概 他知道自己的兒子是 就是這種 無傷大 就是當然喝飲料當然是違反規定 但是騎腳踏車這件事情 我真的是覺得 還好 所以我們聊到 這60天的寶可夢直播 你覺得遇到比較鳥的事情 就是記者的 比較負面的一些報道 對啊 那有沒有遇到一些比較 不友善的路人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 兔頭他出去直播 就是你直播 你的Gacy很多 如果不知道 不講的人 可能還覺得你是怪的 就左手右手 手臂上都有手機嘛 然後胸口有那個 是GoPro嘛 穩定器對不對 對不對 就手機 就手機 所以就是你的這個 這個Gacy走出去 會不會遇到有人 就是嚇到啊 對你很不友善 有沒有這種經驗 嚇到很不友善 有超多 都會有人會看到 什麼後的鏡頭 然後看後面沒有在拍誰 然後就開始 一些奇怪表情就出來了 很長 很長 但是你很習慣就對了 滿習慣 我每次坐火車上車 那個門打開的時候 大家全部都會 視線都在我身上 然後觀眾就會說 哇 全場焦點 然後就走上去這樣子 全場焦點 但是 因為在剛開始直播的時候 我跟兔頭聊到 其實兔頭 你在人與人之間 一開始認識的時候 你是比較偏害羞的 但是因為你要去做戶外實況 這件事情 逼得你不得不以這種 扮相 然後出現在人群裡面 所以你 當你心中會不會抗拒 還是說有觀眾陪著你 你就敢走出去 嗯 其實還好 因為我 如果就算沒有觀眾 我就是 類似用那種 像那個 YouTube上面的那種 不是拿著GoPro拍自己 其實也是可以 所以其實你 雖然會遇到一些 可能比較不友善的眼神 但是 但是還是 就是還是有撐得下去 那 做這行就是要這樣子 要克服這個 心理 心理層面這樣 克服心理障礙 那剛剛聊到 困難的部分 我們來聊一些比較 可能溫馨的故事 因為你 也蠻紅的嘛 因為這60天來我想 至少 至少都1000個以上的觀眾 陪著你在做戶外直播 那你一定有遇到很多GANK的 粉絲 GANK的觀眾 就是來找你的 有沒有遇到比較印象深刻 是什麼超級正妹啊 想要瞬間 關直播 跟他去吃宵夜之類 有沒有遇到這種比較 有趣的觀眾 或是比較溫馨的 拿一些飲料啊 或是在大熱天拿著火鍋要給你吃之類的這種 有喔 超多耶 而且多到就是 一時間講不完 可以跟我講一個就是 當然 嗯 就你現在腦中想到的前幾個好不好 可能邊講你會想到很多 可以講到一兩個 你比較印象深刻 或者是你覺得很溫馨的 讓你覺得有感動到 touch到你的心的 touch到我心啊 對 先講近的可能家附近就有些什麼 麵攤老闆啊 或是機拍店老闆 機車上老闆 就是有 就有看 就有看那個 看台就會 送你一些東西啊這樣子 然後其他的就是 像是 水下 有一個叫水下的那個女子 女觀眾 女觀眾 然後 那一天他 他特地從那個薰莊跑來找我 然後現場抖內這樣子 哇現場抖內 他現場 女生然後要拿錢給你 很多觀眾都是 都是現場來抖內的那種 他們都是來就是 有的是比較害羞 自己下給 然後就現場抖內 還有那個凱哥啊 有個叫凱哥的也是 就是一直 就是說欸要不要出來 然後跟他出去 他就一直狂請你 一直請你這樣 一直請你吃飯一直吃吃 就是因為我剛剛看到 聊天師一直在洗凱哥 所以凱哥是 凱哥就是常常帶你出去這樣子 對 哇 所以這些人是真的很喜歡 看你的實況 對 很喜歡看我的實況 還有 還有那個去台中 就是有一次就是跟那個 朋友們去台中拷肉 然後 就很多台中的粉絲跑來 還 那個 直接在火車站 一下子就堵你 然後 全程跟著你 然後 就完全鋪這樣子 你說在火車站 堵你就對了 對 哇塞 所以 對啊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那時候去那個 山上 那時候 忘記去什麼農場 是在山上 然後 東四林場這樣子 然後 就有人 買了 十多瓶飲料 然後特地從山下 那個 買完飲料 從山下騎上來 然後 拿飲料給你 還抖內 很多東西給你這樣 還有 現金抖內 這樣 哇塞 所以就是在你面前這樣 數鈔票就對了 對 那是私底下的 還有那個 他們說到 亞太店長 對 這個我有看你粉絲的貼文 到底亞太店長是什麼 什麼故事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他就 他就在聊天說 他就一直抖內說 我要過去了 我要過去之類的 然後 因為那時候 在外面不方便 看這些就是 揮文 然後他就 他就從過來 然後就說 這有東西要給 那個四位實況主 因為那時候有四個 實況主出去 哼哼 然後 然後就 就送很多東西這樣子 然後 然後他之後還有 送很多 就是什麼 手機信卡 或者是 一些折價券 啊 所以蠻溫馨的 就是 所以其實 遇到很多 就是 太多了 包括什麼 你剛剛講的 凱哥啊 亞太店長啊 乾媽啊 麵店老闆 雞排店老闆 所以 基本上 你現在 因為他們都說 你是三家人嘛 嗯 所以你現在從三家走出門 是有一區 你一走出去 就可以就是 領補給品的 就對了 對啊 但是 這間都很不好意思 還有那個 佛心店長 啊 那個 就是那時候去買設備的時候 有一些 那個 就是 賣那個設備 什麼 怪機師的那些店長 這樣子 那個 就是去幫 去買東西 然後他就跟你介紹 然後過幾天再去 哇他也奪內你很多東西 這樣子 感謝 就是我看到你的粉絲也提 就是你現在胸口那個 你現在胸口是帶一個穩定器 對不對 就是相對的 你的直播畫面會比較不晃動 對 就是幫你設定那個穩定器的店長 對 他提提會騎車載我 就超多人的意思 都說不完 哇 所以有很多貴人相住 對很多貴人相住 而且 之前我有一陣子 出去就是買飲料 然後他們 就不知道什麼不約同 每個來見我 都買一瓶 一瓶水給我 然後我的背板 就裝了一堆水這樣 就 可能四個小時來七個人 然後 就是來賭了有七個人 然後 其中有四個人 愛水 然後 然後 我就是 他給我就是那個 現場就喝一下 然後喝完 放口袋 然後結果 那個過一下 遇到另外一個也是那個 拿水來 然後就一樣喝一口 又放背包這樣子 所以他們也 他們可能是中段才進來 也不知道你前面已經被GANK 已經有收到飲料 所以你可能回到家 你的背包裡面都是喝的 對啊 我現在整個房間裡面都是水 還沒喝完再慢慢消化 好感動喔 那你這60天來 因為你本來就是蠻瘦的實況主 所以應該是不會變瘦 但你這60天來 因為你都是徒步嘛 你徒步跟坐捷運 你比較少 開車或騎車 那你的 你覺得體力有沒有變好 60天也是蠻 以這個體勢能的訓練來說 也是三四個週期了耶 嗯 我不知道欸 感覺沒什麼差 而且那個 感覺跟平常一樣 感覺跟平常一樣 沒有 因為不能騎車 不能坐車 是因為實況平台的規定 對 你只要自己駕駛 不管是有輪子的 有滑板的 對 那種什麼東西 電動輪椅 你都不能 就只能做大眾運輸 而且是沒辦法 不能跟自己直接碰到面的那種大眾運輸 對 火車 火車或是公車 捷運那種才可以搭 其他都不行 所以其實 這個問題我也遇到過 因為之前我有跟那個 懶貓一起去嘛 我開車 然後他在旁邊 然後 後來就是某一個板手跟我說 就像你說的 有點違反規定 所以變成我都不能講話 然後懶貓叫一個人solo 然後我要停車的時候 我就只好比手畫腳 跟懶貓說我想要停在 我要停在這裡 聽說連Uber都不行對不對 Uber也不能跟司機講話 Uber不能跟司機講話 因為他的用意是說 會怕影響到司機的 開車安全 對 對 所以其實 所以這個 兔頭都是用走路的 那剛剛聊完這個 寶可夢之後 接下來後面幾個話 幾個題目就會比較 可能比較侵略性一點點 你可以選擇性的 只講你想講的部分 好不好 要來囉 好 我們要進入到節目的 重點時刻了 聽說有另外一個實況主要告你 所以 可以先跟我分享一下 為什麼他告你嗎 這可以講嗎 他到底 還是不能講 因為如果他真的要告你 如果你不方便講 就 我們就跳過 我們就跳過這一題 我也不知道他要不要告我 所以我覺得 在那個 最安全的情況下 還是不要談他比較好 好好好 那 因為為了怕我們現在被錄影說真的 就先不要談 那我們 那我可以講我知道的嗎 反正就是 好 我講我知道的啦 就是 不代表兔頭本人的 不代表兔頭本人的 意識或任何意見 就是 疑似 疑似有某一台 他的人數有一點奇怪 然後兔 就是 兔頭聊到說 這個是不是有可能是 灌水 然後那個被講的人 就生氣 表示 我要告你 我知道就這個部分啦 我就知道這部分 我 細節後面我就比較 不知道 沒關係 因為我問這個問題是 我想問下一個問題 可能 你就比較方便回答了 因為你也 因為這個 要被告 而你收到我認為 應該是目前全台灣實況界 最大一筆斗內 87萬美金 嗯 這件事情 我們先從 第一個時間點 你收到這個87萬的斗內的 斗內選 就這個捐款的時候 你當下的反應是 什麼反應 有沒有覺得是 他這個系統壞掉 我覺得是假的 你覺得是假的 對啊 因為 你要 我手機沒辦法看 PayPal 我PayPal的 密碼操場 我存在那個 電腦裡面 我都要 回電腦才看 所以你當下覺得是假的 我覺得假的 那後來 回家之後 你有覺得 他是真的嗎 假的 假的 可是 因為你知道即便要作假 這個金額 也是很難的對不對 因為他的信用卡 要能夠刷出這個金額 但 但是我看PayPal 沒有記錄 但是實況網站 是沒有記錄 所以只有實況網站有記錄 PayPal裡面是沒有的 對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那個 斗內網站 是不是可能被人家 害了 或是那個 有漏洞 有BUG就對了 因為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因為你知道 你被斗內這麼大的一個金額 造成我們其他實況主的一個忌妒 啊不是 不是忌妒 造成我們其他實況主的一個關注 然後呢 我有跟 就是有其他人在聊 然後我們在聊說說 因為其實 你要知道信用卡有所謂的額度 你要能夠刷出這個金額 即便可以退款 像正常我們信用卡金額 可能四萬台幣五萬台幣 厲害一點的 二三十萬台幣 那八十七萬美金大概是兩千多萬台幣 能夠台灣能夠刷出這個金額的 可能都不會看實況 我覺得 對啊 而且 而且 說到這種金額 我就現在想到之前有 其實有那種圖號來實況 就是 沒有很多人知道 叫做什麼任性格 不知道我們知道 你說他是實況主還是他是觀眾 他是實況主 然後 他 他為什麼 各種秀他的車啊 然後那個存款裡面有五億啊 就把他的那個圖片造型 弄在那個實況台上面 你說在台灣嗎 twitch嗎 對在台灣 只是他現在沒有開了 有五億 對 那時候 你確定五億不是體內的一些 細胞數量嗎 然後 然後 然後就一堆觀眾跑去說 啊 可不可以 那個 當你的那個 你可不可以當我那個乾爹之類的之類的 然後跑 跑去抱大腿這樣 你說有實況主去抱他大腿 對 有好多實況主 好多實況主喔 但不行啊 現在不能講啊 還是你敢講 我是不敢 我是不敢問 我是不敢問啦 對對對 好啦 那所以 所以後來你目前看起來 這個87萬美金的抖內是假的 對啊 所以你也沒有 所以從一開始你就覺得是假的 然後到後面也覺得是假的 所以你中間沒有任何時間 一度覺得這筆錢是真的 有啊 但是 那時候就覺得說怎麼可能一些抖那麼多 那種感覺 他們一直想要知道包養的這個梗 是實況主去說包養嗎 不可能吧 有有很多實況主 真的假的 那可以可以暗示一下嗎 就是 例如他的胸部有幾顆之類的這種 或是眼睛有幾顆之類的 有特徵嗎 沒有沒有 因為不只一個很多個耶 真的假的 大家是說好一起去的 喔說好一起去的 所以有可能是開玩笑就對了 對開玩笑 但是在開玩笑當中 可能心中又存著一點點 一絲的 希望他答應這樣子 對 五億耶拜託 對五億真的 五億真的是十輩子都花不完 對啊 而且他 他自己說他住新一區那裡 然後他有時玩遊戲 因為他玩PS 然後他開視訊 然後就找他家這樣 然後就哇 氣派 就這樣 然後旁邊可以看到一粒 大片落地窗 這樣子 所以是至少他住的地方是真的很厲害 不管他的存款或車子是不是真的 所以其實台灣是有這種 可能沒有很紅 但是很低調的 極有錢的實況主 對 有啦其實我知道幾個實況主很有錢 但我也不能講 就是 就是有些實況主 像我跟兔頭可能就是 有經濟壓力 但是有些實況主是 出來交朋友的 對 很多人 其實台北蠻多人 是出來交朋友 不只實況界啦 就很多人工作 是出來交朋友 可能他們家姓聯啊 或怎麼樣的 那 所以聊到剛剛那個87萬美金 就是因為我有下一個問題啊 就是 當然後來看起來 比較偏向假的啦 就是 這個87萬美金 如果是真的 就是如果你人生假設 好啦不要說87萬美金 假設你收到 比較巨額的斗內 可能10萬啊 20萬30萬 就是比較多的錢的話 你會想要把這些錢 拿來買一些器材嗎 還是拿來 拿來做怎麼樣的運用 嗯 就 買一些器材啊 然後做那個更 更多事情 在實況上面 對 就是繼續下去發展這樣 對 因為我的下一個問題 要問你的就是說 因為你在台灣 為我們帶來了 非常多開創性的實況嘛 包括了鬼屋的實況啊 包括了現在的寶可夢實況 那 在未來你有沒有 就是在寶可夢 但你寶可夢可能會繼續做 或者是 或者是不是寶可夢 但是繼續戶外實況 那 你在未來你有沒有什麼樣 你一直想要做的節目 實況的節目 或者是不一定是實況 可是預錄的節目 有沒有你心中的 小小的夢想 小夢想可能就是類似把那個 呃 綜藝節目那種樣子 帶到那個實況上面 類似這樣 綜藝節目是什麼樣子 類似 就是旁邊有人在拍 然後就是大家一群人 然後 那個 出去 出去玩啊 就是會去逛夜市 或者去吃美食 然後拍這樣過程 喔 那 如果你做成這樣節目的話 你覺得你想要在這個節目 因為是什麼位置 是製作人嗎 還是主持人 還是導播 還是 還是來賓等等 你覺得你 你會是什麼樣子的位置 在綜藝節目裡面 嗯 其實都 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你也可以 叫你嘗試主持人 你可能突然話會變很多 對 好好好 這個也是 蠻期待的 所以也是期待 大家如果是兔頭粉絲的話 也是期待他未來 因為你目前的話 你的戶外實況 會繼續做對不對 對 我去做 會做得更好 其實一直以來都我在做 只是 之前有一陣子沒做 是因為 資金 資金 因為你在 像你在Faybook上面開台 你就算好幾萬人看 你不會有 什麼的 什麼樣的實質收益 而且 你很多東西在 出外直播的時候 才發現 有這樣的問題 有那樣的問題 但是你想要 買一些東西來改善 或是來實驗 來 改進的時候 就發現 我沒有 沒有摳摳 就只好回來開 遊戲台 所以現在 我覺得 我覺得 也剛好是一個機會 讓你的觀眾 或是讓你的粉絲 知道你現在資金的 缺口 就是你覺得什麼樣子的部分 會花到你比較多錢 是器材的部分嗎 還是 還是場地啊 等等的 器材啊 而且出去戶外 你不管坐車吃飯什麼都要錢 在家裡 其實我現在住家裡 在家裡就吃 就吃家裡也就好了 沒有什麼 你出去你可能什麼 因為你線都要綁著 然後之類的 然後你可能會有線材要換 然後 行動電源 什麼東西出問題 然後就要修 然後就要那個 就會有很多額外的 那個維護費用 對 因為你剛剛提到的是說 你現在住在家裡嗎 因為 就我所知幾個比較 有商業規模的實況主 他們都會自己搬出去 甚至有所謂的實況屋 或是住在套房 那當然你前面有聊到說 你在實況部分 可能 像你爸是比較支持 那你 如果在未來 可見的未來當中 你的經濟能力許可的話 你會希望可以搬出去 去做比較獨立的實況屋嗎 我會想啊 但是 還是要看家人 因為家人那個 我今天有強這樣做 但是 但是 家人比較喜歡我在家裡住 這樣 就是看到兒子 會比較安心就對了 對啊 我爸就說 我 我工廠二樓有那個空間 你去那邊弄哪 幹嘛出去租呢 浪費錢這樣子 就是老一輩的會覺得說 既然家裡有空間 為什麼要出去租 但是實況主 但是實況主又覺得 因為那你是比較特殊 你算是家人滿支持你 又可以理解實況這個潮流 因為我所認識的 很多實況主是 因為實況都會大吼大叫 在那邊做效果 或那邊謝謝乾爹乾媽的 那很多很多家人是 沒辦法理解 所以未來你可能還會住在家裡 一陣子就對了 對啊 對也是期待兔頭在未來 所以你現在的收入 不好意思 再查出去問一下 所以你現在的收入 主要還是靠訂閱跟 抖內還有一些廣告的拆分 比較沒有工商案嗎 沒有工商案 是廠商不找你 還是說你比較難搞 就是 談一談他不找你 比較不會談吧 因為他會說要談價格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出 類似這樣子 是你出一個天價給他嗎 例如工商一小時八 八萬之類的 還是 沒有沒有我就問說 其實我不知道開 開多少錢 絕對要多少錢 然後他就沒有回這樣 所以你是屬於那種 不太會跟 就是不太會去出價 那 因為你知道台灣的 像很多現在台灣的實況主 都陸續有簽了 經濟公司 你未來 因為前面講到 你沒有簽中國的經濟約 但你未來會考慮簽 台灣的經濟約嗎 對啊 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工商 其實有很多找 但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都沒有談 就是像是 有一些比較 有那個遊戲 屬於遊戲廠商 以外層面的那種工商 就是什麼 鞋子啊 然後 滑板啊 或者是 一些 手環穿戴設備 這樣子 對 對 但就是沒有下文 沒有下文 哇 這個 對 其實你剛剛講的這幾個商品 都非常適合你工商 就是滑板啊 鞋子 聽起來很酷欸 感覺是超級陽光的工商 不像我們只能 在家工商一些手遊 一些手遊 對啊 所以 也是期待 我想也是期待未來兔頭的 因為我必須老實這樣講 當然 兔頭 當然兔頭的狀況我不知道 因為 因為抖內跟訂閱的金額 相對比較不穩定 嗯 所以如果要獲得一個正面的收入 可能 工商是比較需要 就是比較 還是需要的 對啊 對 所以這邊也是 也是期待 那我收到幾個什麼 GoPro啊 或者是那個 或者是那個什麼 忘記了 還有另外一個 忘記是什麼 忘記 但是GoPro你有拿到 就是全新的GoPro就對了 對啊 就 就那個GoPro 他就突然秘我說 你有在實況遊戲喔 然後我就對啊 然後他就給我這樣 但是GoPro蠻補的 因為GoPro不便宜 他給那個GoPro 然後一樓四Black 那就是最貴的那台啊 對 然後直接從大陸擠過來 很猛很猛 那他有要送給你5嗎 就是會飛的那一台 他有說但是 我那個 一直沒有用他拍影片 因為我一直以為你是 因為GoPro有一些限制 他戶外電力啊 然後 接線什麼的 對啊 另外一個就是三星 另外一個三星有贊助 你是說Note7嗎 沒有沒有 Note5 Note5 Note5就好了 那就好 我怕我們少一個實況主 我壓力蠻大的 所以 但是我 雖然說三星最近有些負面新聞 但是我必須老實跟他講 我覺得 在數位的行銷的 廣告投放當中 三星是蠻支持我們這個產業的 就是我所知道的 在這一部分 我反而覺得其實三星是 是有幫助到我們這個產業的某些 當然我自己沒有 但是有幫助到我們產業的某些人 所以三星拜託可以來支持我們節目 謝謝 沒有 回到重點 好我們問下一題 就是 你實況這麼多年了 做影片也十幾年了 那你這輩子就是 你覺得你就是要繼續當實況主嗎 還是說 你的生涯規劃 可能30歲之後 要轉到幕後 或是你想做別的東西 可能 就像你講30歲之後轉幕後吧 所以你 其實你有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 人生的 中程大概 就是中遠 不要說遠程啦 就是中程 你會想要 你有想過要轉幕後這件事 就繼續做 做到不能做的時候 轉幕後這樣 你覺得不能做 什麼樣子的 什麼樣子的狀況 或是什麼樣子的訊號 會讓你覺得說 你不能再當實況主 是說沒有觀眾嗎 還是說 說不出話來 就是 說不出啊 或是有時候做怨卷 像實況 六年了 一直在玩遊戲 因為覺得 有點悶 所以就會 想要做一些其他的嘗試 像是 部外啊那些 就是因為 做通常的事情 做太久 會那個 其實 不管戶外 其實很多都有做 就是什麼 以前大學的時候 還有 24小時 實境 那個 宿舍那種東西 然後 然後還把那個同學的那個 換衣服過程 實況出去 那時候再加一進TV 換衣服過程 沒有就 其實直播可以做很多 所以我就會 每個東西想要去播看看 騎車實況 開車實況 然後 那個 去釣蝦場 釣蝦 那個還可以買那個防水殼 把那個手機 伸到釣蝦場的那個 那個 池子裡面還可以看 直播裡面的瑕疵 欸 釣蝦場實況很棒耶 這個idea超棒的耶 因為 觀眾會很期待你 到底釣幾支 然後多久會釣起來 對啊 所以你 你這是idea嗎 還是你有做過 如果你做釣蝦場實況 真的假的 那我一定要去找你的VOD來看 你可以找VOD 我有實況釣蝦場 還可以開賭盤耶 就是10分鐘內釣到 5分鐘內釣到 3分鐘內釣到 然後還可以跟釣蝦場結合 這是什麼兔頭的乾爹乾媽 那個一小時的費用變少這樣子 真的很猛耶 釣蝦場實況蠻猛的 而且 應該很多觀眾沒看過 也是期待 期待兔頭未來可以再多這種 非常有創意的實況喔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 今天的節目的最後一題了喔 那這題你 也是可以完全選擇不回答 好 這個 聽說你單身是不是 對啊 那你喜歡什麼樣類型的女生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就是 包括你看動漫啊 或者是你看一些偶像劇 或者你看一些明星 或者是你生活周遭 認識的異性 什麼樣子的 或者是同性 就是 什麼樣子的人是比較吸引你的 可能就是那種 比較可以帶領我的那種 因為我比較不會那個 就是霸妹你知道嗎 對 其實就屬於那種 可以帶你進入愛情世界的那種女生 所以你說你比較不會把妹 是說你真的有遇到過你喜歡的女生 但是你開不了口 或者是 無疾而終 對 所以你希望有一個 所以你說帶領你 所以你是比較傾向有大姐姐嗎 或是比較成熟一點的 對 成熟 對方主動那種 對方 所以你說穿的就是要人家倒追你 是這樣嗎 應該吧 喔 哇 所以是需要 比較強勢或是比較主動一點的女友 那 那有 有 有 有給自己一個目標說什麼時候要脫 就是擺脫單身 我差點講到另外一個 什麼時候要脫 不是 什麼時候要脫 你會很 渴望愛情嗎 還是其實還好 順其自然 目前就順其自然嗎 觀眾說你喜歡開水跟大魚 要 可是這兩個你應該認識吧 認識啊 那就不用 不用我幫你介紹 好啦 那個 我不要再拷問你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也害我 害我有點小害羞 那我今天也是非常感謝兔頭 也是接受我們的邀約啦 因為其實今天我也很緊張 因為《九面九件事》這個節目是第一次 在我的頻道直播 那最後我再補充一個 嗯 我覺得 因為你算是實況界裡面 我覺得非常特殊的一種 一個類型的實況主 你有沒有什麼 建議的話 我想你也遇到很多觀眾問你這個問題 可能很多想當實況主的人問你這個問題 就是你有沒有什麼想要給台灣的 或者是華人圈想要當實況主的一些 小建議 或者是你的一些心得 小建議啊 對 就 我不知道欸 你不知道 叫他不要來做 還是說勇敢 勇敢向前 勇敢 就類似勇敢向前 然後你就是一直做中 會出頭天的一天 類似這樣 對因為其實你也是熬了很久 才被比較大多數人看到 對不對 對啊 對 所以這邊也是今天再一次的 感謝 兔頭來到 我們的 九面九件事 還是你有想到什麼要補充的 我怕我又打斷你講話 想到什麼補充的 哼 就是今天有什麼 你覺得想要跟大家聊啊 我沒有問到的 例如你的 體脂肪啊 體重之類 我也不知道啊 whatever就是 因為其實比較少這種 因為我做這個訪談節目是想要讓 你知道很多實況主有很多話想跟大家說 但沒有人問他 他也 說不出口 喔 對對對 但沒關係啦 如果你有想到我們可以策劃第二集 請你來上我們第二集的節目 好不好 你這節目通常開一次都多久啊 表定是一小時 但是通常都會超過 因為像你剛剛我們聊很多話題聊了蠻久的嘛 所以就超過一點點 就一個小時出頭 因為我列的題目已經到最後一題了啦 喔 對對對 因為 因為我怕問太多會 因為跟你沒有到很熟 我怕問太多會 會讓你覺得被侵犯 還好吧 還好還好 那不然下次一起去抓寶啊 你知道我現在住在 全台灣最多寶的新莊欸 新莊哪裡啊 那個啊 我在那個 我距離 運動公園大概就兩公里吧 哇那麼近喔 對啊很近 他們觀眾說 10月15是雞排日 要不要跟大家宣傳一下 喔對啊 10月15是那個 雞排見面會 如果你們要去的話可以 去那個 填那個 表單說你要報名 是去哪裡填表單 去你的Facebook的Google 那邊有個Google表單 對 Facebook的那個Google表單 那填了之後 10月15號在哪裡 是你會發放雞排嗎 還是要繳一些報名費幹嘛 沒有沒有我會發放雞排 你會發放雞排 為什麼啊 為什麼要在10月15要發放雞排 是你生日嗎 沒有就 就一個那個乾爹 叫 叫凱哥乾爹 他要請客啊 然後 那個 就隨便約個時間 然後 要去那個 要去發雞排 給那個來的人這樣 欸你剛剛有說地點嗎 我忘記 在那個三家的那個雞排店 所以就在你家附近就對了 對在我家附近 好好好 所以各位觀眾如果 如果是兔頭的觀眾 或者是 我們這次第一次看到兔頭的觀眾 也歡迎 有那個人數限制嗎 歡迎報名 沒有人數限制 沒有人數限制 所以來800個 凱哥就請800份 對 啊我們觀眾 2000 2000多人 他就請2000多份 搞不好 而且還有那個 曾奶 那個表單裡面 你可以選擇 你要曾奶還是不要 欸 雞排加曾奶要破100塊 現在雞排都五六十 欸 對 哇所以這邊也是 再次遙遠的跟凱哥 就是兔頭台的凱哥講一下 也是謝謝你的 謝謝你的支持 那可以讓兔頭 包括其實不只凱哥啦 包括我想很多支持兔頭的 觀眾朋友們 也是希望兔頭可以堅持下去 我覺得你也是我們台灣 實況圈的 你正在書寫傳奇的一個人 希望你的連續的戶外實況 可以繼續走下去 希望我們可以看到你滿一年 甚至滿一千天的那一天 我們再次的謝謝兔頭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告一個尾聲 謝謝大家 我們就下個禮拜二 下個禮拜二同一時間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